台中是一名男子经常在各商圈闲晃 随机向店家谎称 自己的钱包反锁在车内 想借钱请锁匠 或者是没有带钱包等理由 向好心的民众借钱 为了取信民众还会刻意在手上 带一串佛珠 事后就消失无踪 其中有店员被骗了5000元 警方陆续接到不少民众报案 日前远警巡逻的时候 发现了嫌犯踪迹 一查才知道他还市民通气犯 男子一先到远警靠近询问名字 可能自知难逃 自己先自首 到处借钱为生 43岁的蔡姓男子 经常在台中市区各大商圈逗留 包括一种商圈逢甲 甚至是风源的庙东夜市等等 利用民众的同情心骗钱 随即向店家谎称 钱包忘了带 或是反锁在车内 想借钱请锁匠 曾经有店员一口气 被他骗走了5000元 当时他就是广称 钱包反锁在车内 太晚找不到锁匠 无奈又错过最后一班高铁 想搭计乘车回家 店员不已有他 没想到一去不回 这一次他顾忌重施 被店员发现 报警逮人 警方一查还发现 他竟是一名三条通的通气犯 蔡贤又到一中商圈闲晃 疑似想要顾忌重施 不料在过马路时 遇上正在巡逻的远警 戴着鸭舌帽口罩 蔡姓男子手上随时都戴着一串佛珠 取行被害人 网路上被称为借钱哥 虽然警方调阅监视器 掌握犯贤的特征 博他居无定所 多次通知具体结尾到案 这一次总算将他逮捕到案 接下来洪杰明台中报道